嗨,大家好,我是响恋 重庆小面可以说它是全国文明 也是早餐的不二选择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正宗重庆小面的做法 准备一点姜蒜把它剁碎 加入一点滚烫的汤制作成姜蒜水 下面我们来打重庆小面的位置 这个最重要的花椒面 榨菜 芽菜 也可以用炒熟的咸菜 葱发 油酥花生米 刚刚准备好的姜蒜水 酱油 来一点鸡精 贝糖 特色的红油 再来上一坨重庆小面必备的猪油 一勺高汤 如果家里面没有汤的就直接用煮面的水 锅内水开 下入二两小面 做重庆小面呢一般都是用的机制碱面 大家如果没有的话用挂面 用普通的手工面都是可以的 主要是这个位置要调来巴适 面条快要煮熟的时候给它丢上几片菜叶子 关火把它夹出 最后撒上一点花生米 性感的葱芬 少许的香菜 简单又美味的一碗重庆小面就已经做好了 其实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先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做一下 接下来就是开吃了 哇 这个面夹起来看头就安逸 安逸得很 在我们穿鱼哈 早饭一般都是吃这种小面 像这种酥面的话几分钟就可以煮好啊 非常的方便 一碗面就整完了哈 还可以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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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